首先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笑話 因為憑這幾個人以往的所作作為 竟然得到美國的國會議員提名 去取得諾貝爾華兵獎 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事 好 我現在要呼籲慶祝大家 和我們一起入去公民台場 和平獎提名的門檻是很低的 甚至乎有些泛民議員自己出來公開說 可能他們不太服氣 所以就指出提名門檻很低 很容易就提名 通常這些提名是不會公開的 就是提他給那個評判委員會 但是這次竟然故意去公開 證明這個背後就有一些政治目的 我相信這件事起碼從一個側面 可以證明到 搞亂香港的人背後的力量 就是來自於紮紮跳的這些美國人 黃之鋒在美國當年他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 已經是受到美國的體重後代 再加上美國的一些政治勢力 一直對黃之鋒一些破格的抬舉 再加上這次的事件 我自己覺得打氣的成份就多了 在香港受到挫折之後 美國那邊的主子就向他們打氣 向他們鼓鼓勵勵 似乎有一些打在而身 痛在良心的感覺 接住在內 卡拉 conversion 放手 學生 OME 们 凡 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